大家好 我是您的养生顾问 老安 每天见一面 健康多一点 辗转反侧 长期失眠会有什么后果呢 肥胖 脱发 健忘 早衰 老年痴呆 焦虑 抑郁 真是哪个都惹不起啊 吃什么可以缓解失眠呢 今天老安给大家介绍一种小零食 酸枣仁 酸枣仁呢 性胃 肝 贫 养肝 宁心 安神 脸汗 这里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呢 生的和炒过的酸枣仁啊 对睡眠的作用是完全相反的 这一点呢 一定要分清楚 生的酸枣仁呢 肝贫之性啊比较强 有兴奋的作用 专治试睡 白天晚上总是睡不醒啊 这个时候就用生的酸枣仁 而炒过的酸枣仁呢 有降低血压 安神镇静和调节神经的作用 用炒酸枣仁与白米熬粥 对啊 由神经衰弱而引起的失眠呢 效果非常的好 特别适合体质虚弱的人喝 老安建议您啊 每天晚餐的时候喝一碗呢 效果更佳 下面 老安给大家介绍一下 酸枣仁粥的具体的制作方法 准备大米100克炒酸枣仁50克 少量的白糖 先将炒酸枣仁洗干净捣碎 加入适量的水呢 再导致稀烂 用纱布啊 将汁搅出 大米呢 淘洗干净之后 加适量的清水 忘火煮沸 改纹火呢 煮至半熟 加入酸枣仁汁 再煮 至米烂汤稠 再加入白糖即可 一般来说呢 服用酸枣仁粥啊 治疗睡眠 7到10天是唯一个疗程 服用3到5个疗程呢 便可以见效 在这里呢 老安提醒您要注意的是啊 酸枣仁镇催眠 主要靠的是酸枣仁油 炒酸枣仁时啊 如果温度过高或者时间太长呢 则酸枣仁油啊 药效大幅降低 所以炒酸枣仁 以微炒为宜 这个方法呢 对付失眠很管用 一定要给身边的朋友看看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 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啊 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